嗨 各位 今天是3月12號 今天是我正式放完戀愛家的第一天 同時是Oscar Sunday 今天是Oscar的頒獎典禮 今天送走老闆之後 現在回來耍飛了個下午 要準備出發去馬克家 跟他一起看Oscar的獎 超級無聊的開場 那我們走吧 又好久不見了 我們現在是一個月見一次的朋友 好餓喔 是喔 我們點了一百多塊的Dimson 一百多嗎 109 很貴 真的很貴 然後一邊在看Oscar的紅毯 是誰 Austin Butler 喔 Oh my god 嗨 大家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 今天很巧就是我們現在要去找大表姐跟馬克 為什麼是同時要去找他們兩個呢 是不是很奇怪 因為呢 我平常每次就是跟大表姐先料 我就說你中午要幹嘛 他就說我要染頭髮跟他之前那個合作的髮型師 which就是在Huluway或剪頭髮的地方 然後 因為我本來跟馬克這禮拜周末就有約 我昨天就問他說 那你明天我們要約幾點 他就說 喔我都可以啊剪完頭髮之後就可以去了 然後我就問說剪頭髮在哪裡 他說Huluway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所以你們兩個同事都坐在Huluway裡面 但是我又問大表姐說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吃飯 他就說不行 他這周末已經答應好大叔要陪老公這樣 所以就是跟他們兩個現在都在做頭髮的時候 我就去找他們 然後我覺得這片段也是蠻特別的 應該是很少有機會做頭髮的不是我本人 好那我們現在就出門吧 欸 你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新髮色 又在我這邊搶先曝光 欸很美耶 很美喔 你最近弄頭髮運氣很好 哇美貌巔峰 馬克很快還在燙頭髮 我們去找他 阿朱媽阿 阿朱媽阿 阿朱媽要燙起來 阿朱媽阿 哈哈哈 快快 你真的記錄的畫面 因為男的弄頭髮的不是我 好美 陽光下 很美阿 推薦大家來這家 對 推薦大家來這家 如果你的錢夠花的話 欸她一開始就跟我說 你這個這邊要用blending什麼什麼什麼 弄完要4個小時 然後報價480 我就說我今天沒有那麼久的時間 我最多最多三個小時這樣 然後他就說好那你就不要blending 你要blend的話下次就來blend 沒有blend也blend得很好啊 就我猜應該是洗了之後退了之後會 會有那麼滋潤這樣 所以多少錢? 三百多 三百五 在美國也是女生染個頭髮 要台幣一萬多塊的意思 有加tip嗎? 沒有 然後自己在顫繳費 然後我現在在等那個馬克那個阿桑燙頭髮 同時我還沒喝咖啡 所以他現在就陪我來買back time 然後我就要走了 結果發現下一班地鐵要來了 掰掰 要跟你返回一城的機會 轉頭髮給大家看一下你的新髮型 多帥 剛剛那個阿朱罵搖身一變 變回帥哥 哇 沒有 多少錢? 好貴 一百八十多 意外吧 沒有弄頭髮的一集 而且還幫你們公開 在紐約別人染頭髮燙頭髮要多少錢 是不是很超值的 等完他們我現在要去吃飯了 真不敢相信我們做過戰 剛剛講到一半 然後那個門就這樣關起來 然後說 欸是這片 然後我一看地圖 欸我們在這 所以我們就坐到下一站 然後發現要走超久才能走回去 我們來到一家非常忙碌的餐廳 跟律師一起共作這個法式料 然後這杯咖啡要八塊錢 他剛剛跟我們說 我們說我點亞美卡諾就是這個尺寸 你們要點這個比較大杯 我們就說老伯很弱說好啊好啊 然後他走的時候我們才發現 套杯超貴 大家猜我們吃完飯又在幹嘛 沒錯我們又開始逛街了 跟這個人在一起就是都沒有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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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我逼他跟我一起追小袋的比賽 給各位看一下 他每天其實都有帶相機出門 但他就是一直不拍 所以在等影片的人 你們是等不到的 等得到很快 他就是youtuber only when in Korea 韓國先聽 每一年出一季 我是Netflix 他今天說他本來去弄頭髮要拍 可是他又不敢拿出來 我真的本來要拍 他覺得在美國在那邊 一直講英文很尷尬很害羞 因為別人都聽得懂 熟 大家在下面鼓勵他好嗎 大家會來看 Guess what 看我們又在哪裡 跟大家說他昨天來約會 也帶他的date來唱歌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 暴露我的 行程 現在很好啊 就是跟大家報備一下 你沒有在拍youtube的時候 也是又努力的在約會 想要脫單啊 只是他真的很難丟 他要求很多 他有一天假如列他的標準 你們就想說天啊 我有種感覺就是 我有一天真的交往 我的那對象 完全不會是你那些 一定是這樣子 然後你又會陷入那種 很toxic的relationship 你不要這樣揍我 我一直都是在toxic的relationship 哈哈哈哈 他現在每次來這邊都很緊張 很怕人家認出他 就是他剛剛說 他不會覺得我是一個whore 每次都帶不同的男生來 哈哈哈哈 好清ifú 你都在來 我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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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能給我 哦! 他現在帶我去一個ROObetween喝酒 他現在就是帶我在那邊跑 他的時候在紐約的一些 陸近的都是我去過的 約會的行程 怎樣想把我啊 而且他剛剛穿梭在這些街道 就是這個速度就是這樣 然後到這個口罩我直接轉進來 這個口罩的人又說這個 對這個 嗨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天 現在呢我都要準備去跟馬克見面了 沒錯我們這周末就是BFF 見到不行 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今天我們家小律師要買房子了 其實他想很久了 就是他其實一直陸陸續去都要看房子 但是大家知道看房子就是你要看到自己喜歡的物件 然後到真的買下來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他也沒有那麼急 所以他就是可能沒幾周就會約broker 然後看一下他喜歡的區域的房子 他蠻鎖定我現在住的這個區域的 所以他有一天問我說 那你那天有沒有空 可以跟他一起去看這些房子 我就想說好像蠻有趣的可以帶大家一起去 在紐約看看這些出售的物件有哪些 然後怎麼樣的售價你可以買到怎麼樣的房子 然後呢大家也知道 從大表姐口中說過 我就是一個看房子很幸運的人 所以帶上我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現在在過來的路上 我們待會見囉 哇小大人要買房子了 好厲害喔 沒有要買 看看的 喔看看 聽起來更成熟了 我當初如果去念法律系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也能買房子 給大家看一下你今天的穿搭 就是我在韓國沒買到的衣服 好的我們現在在區域就是Long Island City Long Island City就是在Queens這個地方 然後在曼哈頓的旁邊 過河就到了 進曼哈頓大概看你的他哪一條地鐵 有些一站有些就是兩三站就馬上進去 非常快的地方 他就跟我說第一間就在你家隔壁 我說你錢哪有家喔 他們也知道嗎 我沒有跟他們講過 他其實哪有住在我家隔壁 所以如果他真的搬來 我們三個人就連成一線 好方便 這裡面現在還有主人 好以上我們看到這個物件 目前開價是每斤有74萬9千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平均這邊都會想 它是570公里 這樣子乘以0.28就是台灣的坪數 我剛剛有大概幫忙算一下 這樣算下來大概是台灣的15坪左右 可是這邊都是實際坪數的 然後這邊有這邊的坪位圖 總價大概是2000多萬台幣 你可以get到這樣子的房子 在美國不管租房或看房 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資訊 它那邊就有地址 然後這邊unit 然後所有價格都非常清楚 但是細節你要再去問 像是這種社區每個月的管理費啊 或是什麼什麼的 它有時候不會寫在上面 大概就是這樣 紐約的房子都有一個很大的downside 就是衣櫃超級霹靂無敵小 不管是新房還是舊房子 我們兩個的家衣櫃都超小 衣服都放不下 然後衣服都放不下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之前有住德州 我們的衣櫃根本就跟這個房間一樣大 你知道有奢入解難 然後我們兩個衣服又很多 如果你知道我們兩個 你就知道 所以我們每次關衣櫃都這樣 對啊 我根本關不下 對 我們現在要去LIC的另外一個區域 就是Park Hunting 這是我們今天要看的第二間房 今天我們這個小YouTuber有上班 他今天也有在幫大家錄他看房的畫面 但是會不會撿得出來 真的是甜之道 這個公共空間有點像是辦公室 或是那種醫院的醫院 醫院的醫院 很像要來看牙醫 或是那種小診所的地方 很像要來做微整形 你們看剛剛那個外面很不錯有沒有 然後移到這個衣櫃就是 就是黏在牆的這種只有一片 但是這算大的囉 一樣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Unit的資料 這就是大樓的外觀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Unit裡面的樣子 這個房型的 Squarefoot大一點 689 然後它的開價是83萬美金 這個東西翻過來依然有我們的平面圖 然後這也是一個one bedroom 就是一個房間一個廁所這樣 路口在這邊 小小的衣櫃 但這其實算不錯 這邊的採光比剛剛那邊好 我覺得我們兩個比較喜歡這間 但是就是 這就是這個房子的view 然後因為這個房子 超難的 所以採光會非常好 就是公共空間的健身房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 要求說他的房子要有健身房 他從來也沒在上健身房 然後現在找房子的要求是 我希望那個房子裡面有健身房 都已經要買了 當然就要有健身房 我們到了我們的 今天的第三個Showing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看的第三個 這是三個裡面最大的 113Squarefoot 每個平方尺的單價是1232美金 1.5Bathroom 所以它有一個Bathroom 然後再加一個Pathroom 總價是879000USD 113乘以1.028 等於19.964 這幾瓶數是大概20瓶的台一瓶 這是房間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像古董的東西 居然有一台iPod Nano在這邊 你看那個衣櫃 所以我們今天看過最大的衣櫃了 對,很濃烈 這就是Long Island City跟馬爾頓的相對文字的概念 Is this your new home? 不是 如果下面陽台是這個view就好了 想的沒 拿出一百萬來 我們今天看房子旅結束了 但它其實沒有很急著要買房子 對,就是我們今天就出來看看 隨便看看 隨便給大家看一下 紐約的房市狀況是怎麼樣 我有沒有很訝異 其實紐約的房子 比台北還要便宜 我覺得蠻多的 就是戶礦 對,台北如果要買到這個戶礦 絕對沒有辦法用這個價錢買到 這邊說是 一站進曼哈頓的話 可能就是 新北市第一站進 台北市我們可以這樣講好了 就假如說阪橋或是中永和 然後你要買到這種品質的房子 就裡面看起來 就是你完全不用在任何狀況之類 可以搬進去的話 兩三千萬台幣 你覺得 應該也是可以啦 就其實差不多 可能你在想到台灣人的中低收入 在想到美國人的中低收入 就會覺得台灣人的中低收入 就會覺得台灣人的房子真的很扯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飯 看完房子我們來吃 Yumbling 對面是 假裝有在工作的youtuber 一絲一絲拍一下 大家現在是禮拜五 你們知道大表姐平常都是我從家 所以她昨天問我說 她今天想要去咖啡廳工作 問我想不想要一起去 然後我想說好啊 反正我也很閒 而且因為她再過美多久就要去日本 所以下次我再看到她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加入她 We're from coffee shop 當一個住在紐約市的大文青 那 非要不多說 出門吧 好難找這什麼神秘的地方 超漂亮 超漂亮超大 對每個地方都有超重 超大的耶 那邊還有一區 超很遠 然後那邊又是一區 我從來沒有來過這裡 好 嗨大家 今天是我們去咖啡廳工作的隔天 然後我們現在又要去找大表姐 我覺得這一集的標題可以叫做 我跟這些朋友都太好了 我要連續見他們兩天 但是就只是巧合 今天她有一系列的在 Flushing發生的便美行程 然後她早上要去做指甲 下午接著要接睫毛之類的 因為她即將去日本 所以要很美麗的去這樣子 她就說欸那要不要 我結束之後來吃個飯什麼的 我就想說好啊 一樣就是因為反正我也很閒 我朋友就這麼及格 所以我現在就要準備出發去Flushing 我又穿上這件萬年外套 因為今天真的很冷 今天就是突然又變得很冷 紐約現在就是準備要轉春天 然後每天都是那邊陰晴不定 就有時候冷有時候熱 有時候下雨有時候大晴天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度過 這段不穩定的時光 接下來就是春暖化開的日子 又聽我囉嗦這麼一大堆 我們就一起去看大表姐 經過今天一連串的 procedure 之後 變多漂亮吧 走 給大家看一下妳的指甲跟睫毛 指甲很漂亮 睫毛 I don't know 結婚就很像AV女優 你知道她這種五官量體大的人 只要眼妝一濃就很澀 然後沒有眼影 現在如果再戴個眼鏡 就真的是Pornstar 好 那這個睫毛多少 70幾 10加125 再加上這個Vox 前面一點那個頭髮 所以你想要得到這個完整的look的話 那還是很貴 還比快2萬塊 差不多2萬加小費 這就是我們的大表姐的look 她剛剛傳一個民宅的地址給我 因為她第一次去做這個睫毛 然後她就說我在這裡 如果我等一下沒有書 妳就來這邊救我 對 很怕被謀殺 她的眼睛現在很像冰淇淑 等一下要拍MV的樣子 沒有不好看 真的就是中中有神 感覺隨時要去拍MV 還是上通告 我們點了很多澱粉 OK 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澱粉 生煎包 油麵還有肉醬 剛剛那邊有幾個阿姨在大吵架 她說那個攤販托到50塊 然後要掉監視器什麼 然後攤販就說 影片才能掉幹嘛幹嘛 然後有一個阿姨很激動 她就說 我們不要激動 不要吵架到 我們好要講 但是就全場她最大聲 她也來跟我講 她說你拚命 就轉過來跟我講 我想說 我只是在等神煎包 好要講 我們現在躲到一個地方來了 然後想說到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 讓大家聊聊天 昨天有在我的IG上面問大家 因為我想說 要來拍一個Podcast這樣子 之前有在講 但是現在就是 我一言即出好不好 在影片裡面說 就是希望我真的可以開車 對我就說出來就不能不做 我是有這個計畫的 但我現在預計 大概感覺是 夏天吧 因為你知道我覺得 想開是一件事 然後有主題想好是一件事 可是那些硬體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現在就想說 天啊那誰要幫我設計 裡面設計的封面圖 我是很擅長這種事情 要怎麼上架啊 然後我要買出麥克風 所以我終於就要問她 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真的很煩 你知道我不是我不想錄 是 錄Podcast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就不像是錄影拿著相機嗎 就可以錄 因為Podcast 看不到音響 所以聲音顯得特別重要 她一直在恐嚇我說 你自己要一個人做很難啦很難啦 我就想說試試看 反正就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就想說 那第一集就是要請到最佳的那個嘉賓 我就在那問說 如果第一集嘉賓是她的話 大家想要聽什麼 剛剛你網友問說 我們的愛情故事 沒有想聊是不是 各位 我們已經分手很久 我們已經結婚 差不多幾年了 要講鼓是不是 但是你剛剛我們討論討論 自己覺得蠻穩的 我們剛剛自己說 還有人問我們的愛情故事 然後我當然突然突出來 那如果你沒有留到這個言 然後現在有些idea 也可以留在下面告訴我們 但是其實 我們兩個其實已經有一個共識 第一集要講什麼了 這個題目是大家 沒有在上面提到的 請大家敬請期待 如果你想要應徵我的 那個封面的平面設計師 也歡迎在下面 踊躍的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些技術問題 讓我很煩惱 好啦 反正 這個影片的最後 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一言即出 這件事情希望 我今年可以做出來 我可以生得出來 然後就請大家多多的 耐心等待 那 她表姐在這邊用她 丙丙丙丙丙的 新睫毛來跟大家說 掰掰 掰掰 然後她要去日本 我們大家祝她旅行 一路順風 玩得開心 反正說她都不要去日本 就是 為什麼 我們就不用一直排隊了 你在那邊只會遇到台灣人而已 對 因為就是親民連假 好啦快點掰掰 掰掰 掰掰 吃 我們會不會有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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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